小丁 LIN 小丁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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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都說女孩不要喝多冰的 喝多點暖水 所以小丁長期的背囊都會有一支暖水在身上 我之前也是用這個日本的保溫瓶 為何我會轉了這個牌子? 而是因為它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是什麼呢?我們現在去片看看 嘩!好震驚 坐在車手旁邊想喝淡水 喂!玩東西啊!想喝淡水? 你一定要有Hydro Hydro是什麼?Hydro Faker 是不是叫做? 哈哈!之前想喝淡水也很難 一喝就整身都是水 因為我旁邊的是車手 哈哈! 所以有了它之後 因為它有一個獨特的開關 你看到有一個飲水位 看到紅色就閉上了 轉過來 那怎樣喝都可以 哈哈! 喝水? 用什麼擔心? 當然這個水瓶 它本身還有很多很好用的功能 例如它有這個手環 可以方便你平日行山 或者在野外活動的時候 可以扣在你的背包外面 就不用每次找水那麼麻煩 還有你看到它的瓶身是斜面的 不同一般的保溫瓶 是畫面的設計 這樣就可以起到防滑的功效了 還有最後它的保溫功能 也是不錯的 那怎樣看一個保溫瓶 好嗎? 就是你加了熱水下去之後 你會不會摸到瓶身會散熱? 因為如果是一個不好的保溫瓶 你加了熱水下去之後 那瓶身就會摸到有熱? 有熱的話 代表瓶是散熱 它就不能保溫了 所以這個水瓶 它的保溫和保冷的功能 都是不錯的 因為我家裡沒有那些可以 測到很高熱度 就是煮食用的溫度計 所以我轉換 給你看看它保冷的功能 我也想看看是不是真的那麼強 那我就 加了一些冰 進去保溫杯裡 看看明天起床之後 冰會不會溶完 好 現在是 剛剛達正12點01分 星期日天顯 我們明星期日天黑 我們明天就看看 冰會不會溶 those. 現在是第二天早上 星期日天黑 好 現在開開它 木漆的冰還在 不過融了一塊 倒出來看看 有些水 少許 但跟著那塊冰倒不倒出來 因為黏了一塊 所以保溫都OK的 保了一整晚 保冷都OK 夏天帶它去露營不錯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的話 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多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了 Bye Bye